据悉,这次公布离婚的消息是贾乃亮坚持的 因为李小璐和Pigong的视频被曝光之后 已经触及到了贾乃亮的底线 而亲密的动作更是坐实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李小璐也没有办法再阻拦贾乃亮的要求了 11月14日晚10点 贾乃亮和李小璐宣布离婚的消息 这一个瓜从昨晚吃到现在 估计很多早睡的朋友也是一大早才知道消息 虽然早有传闻两人已经离婚 不过两人都没有回应 这次官宣时也是盖章了 从两人的声明书可以看到日期是11月3日 本来是之前就拟定要发了 不过因为不想引起太大的舆论 两人选择了在昨晚发布 不过两人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 就被爆出过在民政局离婚 今年4月更是曝光了离婚协议书 据知情人透露 两人离婚是趁中午 民政局休息时通过专人办理的 李小璐一直都不想公布这件事情 因为宣布离婚就侧面印证了他出轨的事情 极有可能断送事业 而李小璐一直是想付出的 所以和贾乃亮沟通之下 选择了没有公布 据悉 这次公布离婚的消息是贾乃亮坚持的 因为李小璐和PGONG的视频被曝光之后 已经触及到了贾乃亮的底线 而亲密的动作更是坐实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李小璐也没有办法再阻拦贾乃亮的要求了 李小璐和PGONG的视频被曝光 没有人知道爆料者是谁 爆料两位当事人都不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视频被曝光之后李小璐爆受衣食精 精神状态很不好 最令人心疼的 是田兴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已经看过视频 因为董事也没有多问 现在李小璐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好 事业停滞 很久没戏可拍了 网上开店本来刚刚有起色 视频爆出来后也基本是毁了 现在想要付出是不大可能 据说李小璐自己还写了一个剧本 希望能自导自演 从2017年底被曝夜宿门事件 可以说李小璐的生活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来有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疼爱她的老公 可爱的女儿 现在想想真是令人唏嘘啊 我帮忙这次就会给你吃吗 对我来说